就如同活在世则外道当中禅定最高的伊托兰佛 他得到灰响灰响出定 还是沉沦于阿北第一后来做这个灰离 就是说他最初在森林当中来修其禅定 被这些鸟所乱了 脑乱他来修禅定 他起称恨心呢 还发愿将来我要把你们吃掉 他就把修禅的促手移到水边去 这个鱼我们都知道 鱼在水里面一下子要跳上来呼吸一下 就在那边跳啊跳啊 扰乱他的禅定 他起称恨心了 以后我把你们吃掉 到水里面把你们吃掉了 后来他慢慢的色心渐渐得到禅定 由禅定的缘故升到无色借天去 那么由于称恨心呢 他发了恶愿嘛 这个无色借天去啊 这个灰响灰响出定啊 又有心 又好像没有心啊 他后来禅定退世的时候 他说沙门驱谈骗人了 哪有什么内叛 他执着四空定了最高的境界是内叛的境界 他一毁谤佛语啊 就堕落阿比丽 后来啊 出来的时候他因为啊 禅定的力量 他就花了这个恶愿的力量啊 就堕落这个灰驴 能够在西空当中呢 抓这些鸟翅 到水里面去抓鱼翅的 这个呢 恶愿呢 恶愿不能随便乱化的 不可以随便乱化恶愿 修道啊 就是要好好的调悟自己